人民保姆很辛苦 在出勤务维护治安的同时 还要注意人身安全 高雄市保安大队特勤中队 就在处理一场酒吧斗殴案件当中 将受伤血流如注的酒吧店的主管 透过止血带紧急救援 也让随后赶到场的医护人员相当钦佩 男子高局血流如注的左手臂 保安大队特勤人员熟练地用医疗及止血带 帮助止血以免失险过多 造成生命危险 高雄市新鲜区中正路日前发生 酒吧斗殴 一名卢姓副店长遭嫌犯拿刀刺伤 脸部及手臂都受伤流血 索性保大特勤远景当机立断 用二月份新采购的止血带 顺利在第一时间止住失血救援 包含我们自己的本身 还有民众的需求 经过专业判断 认为他如果不低是不使用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 那我们可能就会考虑用到 止血带除了能在黄金时间抢救受伤人质或歹徒 也可保护同人安全 由于过去曾发生执行攻坚警务 或查契犯罪盘查时不慎受伤等意外 止血带可以在第一时间止住四肢创伤 引起的动脑出现 都要攀降或者是破门 甚至有武器的歹徒 那都需要我们特勤第一线 所以还有我们大概前年的时候 有同人执勤 遭剑刀刺伤 所以基于这个缘故 所以想说有购买这个止血带的必要 由于止血带属于专业的医疗器材 保安特勤中对让所有同人出勤时 一人携带一条 当紧急状况出现时 正由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 种子次好官对受伤患者使用 未来将会朝全员受医疗训练的目标迈进 记者李嘉隆罗 孝军 高松报道